她永远知道她在 而身为妻子的我 也时时出摸得到 简清芬跟Rebecca长达12年的爱恨纠葛 让粉丝看了很揪心 编剧兼导演的徐玉婷 借用物理学当中的量子纠缠 来描写两个主角 也让量子纠缠成为热门话题 假设有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小的物质 它叫做戒指 这种戒指它是有电子跟正电子 事实上比它们大一点 但是通常这种戒指 它会形成一种衰减的现象 怎么叫衰减呢 它就分裂了 我们假设它分裂为两支 一种叫做简清芬 一种叫做Rebecca 那事实上这种分裂的话 一种在正旋转 另外一种叫做逆旋转 那为什么要正旋逆旋呢 因为它分别为两部分 两部分的话 它就会造成一种正向跟逆向的方式 它才能保持平衡嘛 所以不管你距离多远 都有一种相关联的现象 师大理学院副院长 同时也是永续所所长的方伟达教授就解释 我们看到的是简不断理还乱 宏观世界的纠缠 但实际上量子力学的纠缠 却是围观世界里才有的特殊现象 2017年有一个卫星 它叫莫子号 大家知道莫子是一个科学家 那这个莫子号升空之后 它向地球打了两个粒子 这两个粒子虽然是相隔1200公里 但是还是保持量子纠缠的状态 所以我们讲的量子纠缠 事实上是想到是非常小非常小的物质 意大利物理学家也是科普大咖的 罗维里就强调量子纠缠的重点 并不是两个粒子之间呈现的状态 而是彼此之间的互动 不只是量子纠缠 罗维里表示这个世界 其实是由关系所组成 而不是只有物质所结合而成 方伟达教授认为 这样的关系性量子力学 其实跟我们生活中的人与人关系 相互吻合 所以罗维里她存在的话 她就有她的一个对手存在 那这个对手存在呢 就是叫简庆分 那简庆分如果存在呢 就必须要有一个罗维卡的存在 所以寄生于和生量 我们是觉得说 罗维里她这种想法 还蛮东方性的一种想法 从围观世界的独特变化 扩大到宏观世界 人与人之间的纠葛 虽然量子力学 打破古典物理学的定律 但更贴近东方的哲理 用不同的角度 重新思考世界的运作方式 人际之间的关系 也有更多不一样的解释 TVN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